他把那个饺子盆特别生气 拿起来全都摔了 我就怕他会打我 我就跟他提出分手 他第一反应不是来安慰我 而是去反锁门 他变得特别的强势 就是过于大男子主义 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 我特别的累 不能忤逆他的任何一点 对 你能举点例子让我们 有 特别多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我单位是五点钟下班 他约了我是五点半的时候 在我们单位门口旁边那个超市里 买点东西 走到超市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 是五点三十二分 就因为我迟到了两分钟 他在超市门口那么多人 然后就开始指责我 是那样吗 那不是那样吗 从你学校走到超市 能够能用多长时间 最多十五分钟了吧 对啊 我都给你留出来那么多的时间 我都让你五点半到 不是 你在干嘛去 那么多的时间 那你在那干嘛呀 你和男同事们这样那样的 什么叫我和男同事们 你怎么总是爱扯这些 有的没的事 我问一下你们是准备干嘛呀 就是去超市买点东西 去买买东西啊 老板你出什么疯啊 他到了门口那就说 那我我怎么了 就顺利怎么样 不就两分钟而已吗 他生气的点是 他是怕我下了班之后 在单位和其他男同事 打打闹闹说说下 这样满工十五分钟就能到 我已经给你留了 多留出来十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不可能五点一到 我开门就走 怎么可能 这事你还跟他解释吗 像这种情况 你应该翻身就走 翻身走得多了 还有一次的时候 就是说好了 我说这两天 大家工作也忙 好久没见了 不然咱们抽一天 然后来我家吧 咱们一块包饺子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嘛 一起包饺子 煮饺子 看电视 很幸福 然后但是那天呢 他突然呆为了急事 他七点半给我发微信 他说我那个 可能没法准时下班 要不然你先包吧 然后当时我就想着 我既然要等他 不管多晚 我都要等他 结果他九点多啊 一进门就开始质问我 你为什么一个饺子都没有包啊 你为什么总要等我啊 为什么都是我在照顾你啊 你就不能做一点什么事吗 然后就特别的凶 你说好的包好的饺子呢 对啊 我明明在微信当中 我就跟你说了 你就别等我了 你先包着吃 我就吃点凉子 吃点剩的也可以 可是我就是想和你一起说这件事情啊 可是他一回去 就在那开着电视 在那玩游戏 天天打游戏 游戏上面 只有一个女同事 其他都是男的 那这个世界上 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那我又没有只和一个男孩玩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最后没有 因为这个事吵完就结束了 他把那个饺子盆 特别生气 拿起来全都摔了 我就怕他会打我 我就跟他提出分手 他第一反应不是来安慰我 而是去反锁门 他就是怕我走 你在这儿叨叨好人 你是怎么说的 动不动口头伤 就是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你有病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包饺子 一生气就这样 特别倔 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想了你话 不是我 你看他话就话敢话 我就平时在我们两个 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就很少有这样 说话的机会 他说我强势 我还觉得他强势呢 上次你当我朋友去 或者面上直接把我拉走 你还记得吗 我给你掉在这儿 交着我 你爸 但是我和你 都不知道 我还记得好 感谢观看